和我国外交部次长曾厚仁碰手肘致意 瑞典国会以及瑞典籍欧洲议会议员首度组团来台 10号傍晚抵达陶基 其中这一位曾厚仁见到他时一度张开双臂 他是瑞典籍欧洲议会议员魏莫斯 去年10月欧洲议会史上第一份有台关系报告 压倒信表决通过 魏莫斯就是起草人 欧洲议会挺台大将踏上台湾土地 来台访问5天 魏莫斯和瑞典国会 台湾瑞典国会议员协会主席欧伯利 共同担任团长 瑞典国会副议长吕谢霆也代表来台 议员加上顾问共11人 原本排定和总统蔡英文会面 但蔡英文在居家隔离中改以视讯方式 接着副总统赖清德实体接见 访团也将拜会行政院长苏登昌 立法院长尤锡坤等官员 不过因为这次台湾行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致函瑞典国会 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强烈要求议员不得访台 我觉得反而会让瑞典政府 或者瑞典的国会 更明确的了解 中国是一个威权极权政体国家 我们更希望说他们除了来访之外 能够在国际上面给 中华民国实质上面的支持 瑞典议会不顾北京反对 其中一位议员魏马可更发推特表示 台湾是许多领域都堪称典范的国家 我们必须肯定台湾的成功故事 并加强联系 近年台欧互动日渐密切 也让欧洲亲身体会 中国威后行进 在予选华的风中会期待到